下面就开始介绍料价开关及旋钮作用 这是收料价灯开关电源 这是调速器收纸开关 这是收纸手动自动开关 收纸的正软反软 这是收皮调速开关 这条轴是控制皮的开头 这是自动手动收皮调节开关 这个是正转停止反转 接下来这是自动收皮速度调节开关 这是调快慢按钮 这个是手动自动收皮开关 这是正转停止反转 系源连接口 这是接气管的单向阀 吸尘器的电源开关 总气压调节阀 这是保养设备的黄油瓶 每次必手动按压加油 紧急停止按钮 总气压表 气囊气压调节阀 气囊气压表 X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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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膜电机 Y轴滚轮气压调节阀 Y轴滚轮的气压表 截止器的滚轮气压调节阀 滚轮气压调节 滚轮气压表 旁边这个开关就是正转和反转 这条轴就是停止放纸 这是放料轴 停止放料感应器 开始放纸感应器 这是收膜的电机 对过来这边就到 收膜的开关和调速器 对下来左边这个开关就是截止器滚轮锁和放开关 右边这个就是收膜正转和反转 下来到截止器 这是截止器的滚轮 这一条就是Y轴送料的滚轮 下来就介绍机器控制按钮 电源开 开启机台电源 电源关关闭机台电源 电脑电源不会关闭 启动 按下此按钮 执行自动冲孔 暂停 按下此按钮 自动停止在当前位置 续冲 冲孔暂停后 按下此按钮 系统会从当前位置开始继续执行未完成的工作 紧急停止 紧急状态下 按下此按钮 停止所有动作 需顺时针旋转此按钮复位 锁压轮放 控制送料压轮抬起和下压 锁 模具 放模具加紧和放开 开调模关 允许 静止调模开关 此开关打开后 才可以调模具的深浅 模升 下模抬升 冲孔深度变深 模降下模下降 冲孔深度变浅 电脑电源 电脑电源开关 按下此按钮 电脑可开机 USB设备电脑扩展USB接口 可插U盘传输文件 下来就到了设备温控器加热开关 有加热模具才会用到此功能 这是温控器 可以调模具的温度